筛選的部分 不過在講P字篩選 剛剛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可以多重篩選是先篩選那個 其實 當然有些篩選方式 如果你不會做啦 你可以用錄製 那個部分再把它 放到你的橙色裡面也OK 那之所以我剛剛做那個 多重是比如說產業別裡面是小咪 而且是金融 產業別而且是金融業好了 那這個兩個是 這個而且這個 這個應該是一個交集 那剛剛同學就有說老師那可不可以做成連集的 突然問我有時候反而有時候因為 可能有時候沒有想到那邊 所以 那如果說你要兩個都同時成立的話那變成怎麼樣 你的查詢應該是先篩選小咪 再把小咪的結果跟金融再篩選 金融業把兩個 合併在一起 當然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變成說就不是用這種方式 這種是 兩個都要 有出現的 那如果說你兩個只要有一個出現就是偶爾是連集的話 那可能查詢方法 可能你要先什麼 先篩選小咪 再篩選產業別是金融業 再把兩個合併在一起 那至於要什麼做 我想有些東西 我只是舉例子 細節部分 有些時候你自己在拼拼湊湊 應該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 OK 方法邏輯差不多 只是說怎麼去做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的 這個 問題零五部分 這個也許把它關掉 我們直接用 問題零六 這個範例 那你可以從那個範例檔裡面 再去開啟那個問題零六那個範例 問題零六 這個範例 那首先的話 問題零六裡面 他其實跟問題零五 裡面的範例差不多啦 那差別是說他的總比數 比數好像比較少一些 只有六十幾筆 Ctrl向下 我記得好像他只有六十四筆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快速的做出什麼 比如說我 業務人員 我希望 如果裡面有幾個 就自動 我一鍵按下去 自動幫我把那幾個人 都查出來了 我就不要問了 全部查完就對了 那如果我又換一個產業別 反正就把所有的產業別 幾個就 自動幫我把舊的刪掉 再放 產業別裡面有幾個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 這個工作表先新增一個 叫清單 OK 那做什麼呢 根據這個清單 去做後續的批次查 所以 第一個你可能需要做 業務把業務這一欄 複製一下 切到清單裡面 做什麼呢 再把業務貼上 然後取得什麼 貼上之後 留下 沒有重複的資料 沒有重複的資料 你可以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 那個 遺囑重複 這個我想應該各位用過 那這邊按確定就可以了 OK 你會發現 只有留下 不重複的這邊 六個 OK 但是 特別注意 因為 有些同學 可能公司的電腦 還是2003 那特別注意 這個移除重複的功能 只有在 2007以後 才會有這個功能 但是呢 之前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 那如果說 我現在用的電腦 還是 2003的版本 那怎麼做遺囑重複呢 這個好問題 如果說呢 你沒有2007的版本 那 要不就是要 寫VBA乘4 樞紐分析也可以啦 你把它 樞紐分析完再複製 但是好像有點麻煩 當然 要不就是有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不用那個 不用那個移除重複 另外還有個方法 就是用 在篩選裡面有個進階篩選 進階篩選裡面的話 你可以先告訴他 你要篩選的範圍 那你要篩選的那個 這個地方有個所謂的 不重複的紀錄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打勾 那 這邊的話呢 將篩選結果複製到其他地方 那複製到的話呢 你就是這邊打勾就可以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這裡好了 假設空一欄 直接把這個範圍裡面不重複的 幫我怎麼樣 把它移到這裡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可以 如果你沒有用移除重複功能 你可以從篩選裡面的進階 先把篩圍給他 這個篩圍 這邊記得要選這個 然後複製到哪裡告訴他一下 這個一定要打勾 不選 重複的紀錄 按確定 你會發現嗎 他也會幫你做移除重複 這個應該會比那個蘇柳分析來的簡單一些 蘇柳分析你還要分析完 貼回來 這個地方完全不用 OK 所以 如果說 假如說你的那個 版本 是比較舊的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如果比較新的話 大家一路重複直接按確定 好 那 當然呢 等一下還可以做其他的欄位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已經有這六個業務 人員的名稱了 那我希望怎麼樣 利用剛剛 寫過的單次查詢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一鍵按下去 自動幫我產生 清單裡面的這 六個人 的那個 工作表 自動幫我查出來 OK那查完之後呢 也許我希望再把它刪掉 可以批次 新增也可以批次查詢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怎麼樣 把我 前面做的 篩選業務 加一個批次 那這個批次的話 以後如果你要批次 是 做什麼事情之前 可能第一步先要有個清單 因為我們所謂的批次 就是說 我希望 幫我重複處理 反正有六個業務員 就幫我查 六次 不像之前是 按一個輸入一個 按一個輸入一個 假設啦 以後如果你有 清單裡面很多資料的話 你一鍵按下去 自動全部幫你 做完 OK所以 批次的前提 大部分都是會有個清單 假如說我們有個清單之後 再來 畫面再借給我一下 來看一下 接下來 那我希望怎麼樣 一鍵按下去 自動幫我 產生什麼呢 這個邏輯很簡單 菜頭自動多一個 小咪自動又多一個 也就將來希望這六個 自動就產生六個 在這個底下 OK 好 那這要怎麼做 其實呢 當然你可以 藉由之前做過的 所以切到Visual Basic 裡面 一樣 裡面是空的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我們可以把之前的什麼呢 之前的那個單次的 查詢應該還有印象嗎 單次的 那我也就 幫各位 貼到這邊單次 其實你可以 看前一次的這個 其實就是這個 篩選業務的這個部分 那我就把這一段程式 篩選業務的這一段程式 先把它怎麼樣 先複製一下 貼到我們的 模組這裡面來 那我把它改成P次 所以前面多兩個字 P次 好 第一個完成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需要增加什麼呢 因為我要P次嘛 所以呢 我需要寫一個 回圈 其實以後你們要有概念 反正呢 只要如果你要重複 處理什麼事情 就是利用 回圈就對了 那回圈基本上 在那個VBA裡面最常用到的 就兩種 一個是Fullness回圈 Fullness回圈一定要有個頭一個尾 一個開始一個結束 但是 另外還有第二種 不過這個 目前好像 還沒講到 不過後面會用到 會用到的機率還蠻大的 如果說你沒有一個頭那個尾 你那個 進入回圈的是一個條件 當某個條件發生的時候才 好像前面有講過有關那個 切割 那個字串的時候好像有提到 你可以用Do-File回圈 Do-File是說後面接的是一個條件 如果那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就進入回圈 如果當它為False 不對囉 那就跳離回圈 所以進回圈的是一個條件的話你可以用Do-File 那這個回圈主要用途是 反正我們人最討厭是重複做事 但是你如果希望電腦幫你重複喔 一直不斷做的話 那你記得 你一定要把回圈這個概念學好 因為 回圈就是 讓Excel VBA幫你自動化的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 就像說呢我們 單次查詢 如何變成 多次 或者叫P次查詢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是 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 變成多個 要怎麼變多個 你的第一個概念就是 你要先從清單裡面 抓什麼 抓資料 那先抓一個 再抓下一個 再抓下一個 抓到之後呢 把它丟給Ex 就不是Input Bugs 所以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該怎麼寫 1 先寫一個4 4i好了 等於什麼呢 第幾列呢 第2列 到 第7列 不過通常這個7不會這樣寫 因為我們通常是會向下追蹤 所以通常會什麼 Range 然後呢 這個從A2向下追蹤好了 A2幫我點End 向下追蹤到 它的最下面 一列是哪一列 當然它反彎回來呢 也是會是7 不過這種寫法 比較安全 主要是 因為如果你的清單 如果會增加 或減少的話 那這樣的方式 比較OK 可是如果你寫一個7的話 它就不會改變 OK 第1個 再來第2個 X 怎麼樣 等於什麼呢 等於哪一個呢 等於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欄呢 A欄裡面 幫我先抓一個出來 那抓一個出來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 它就會幫你把 菜頭 先抓給X OK 那這個X將來要替換Input Box 所以記得喔 你把這個貼上之後 其實這一行呢 前面你要不就把它刪掉 要不要加一個註解 註解就單一號 好 再來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關鍵來了 請你把剛剛底下這一串 貼上這一串 它是一個 單次 單次的一個篩選 那如果你要變P次的話請注意喔 把這個範圍承受整個啦 按SHIP鍵 把它怎麼樣呢 搬移到哪裡呢 搬移到這個X的下方 OK 然後呢 我習慣一定要先怎麼樣 把它 按TAB鍵 縮排一下 為什麼要縮排喔 因為如果你不縮排喔 感覺看起來沒有 階層的感覺 FOR 這個條件 裡面是磁形的動作 還有NAS OK 這樣的話呢 我就 把那個單次的查詢 單次的篩選 放在FORNAS回圈裡面 所以它會怎麼做呢 先幫我抓一下菜頭 然後呢 放在X裡面 再來 其實就是做 查詢了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其實基本上這樣就改完了 不過呢 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 多工作表 清單跟問題01 所以請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的預設的 工作表是問題06 假設第一個的話 那我是建議啊 你記得喔 這邊可能要先確定一下 它的位置 是不是在第一個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可能就會出錯 所以點什麼 Select 那這個地方因為它已經切到那個 第一個工作表了 所以呢 後面 這個Range 就會變成是第1工作表 裡面的Range 那就會有錯 那這個Sales 也會切到第1個 所以怎麼辦呢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這個Range的前面 跟他講說 我這個Range是在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可以告訴他說 去詞 哪一個去詞呢 就是清單這個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把那個 清單 工作表 告訴他一下 加個點 OK 也就是說叫他 你去幫我清單裡面找一下 這個Sales也是一樣 前面再加一個 點 OK 意思就是說在清單裡面的 這個位置 幫我把裡面的資料抓到X裡面 去做查詢 好 程式寫完了 OK 試一下 這樣看得不OK呢 基本上 其實我大概只是把 程式貼上來 有沒有 這一段 外面包一個FOR回圈 最後的話呢 確認一下 你工作表的位置 其他都一樣 OK 應該知道我在改什麼地方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沒有改太多地方 OK 再來試一下 再來我們 確認一下 F8 先切到 第一個工作表 做什麼呢 先取得清單裡面的 第一個 第一個名稱 裡面的話 基本上 我們會把菜頭抓回來 再來的話 一樣 做什麼呢 做篩選 不過這個範圍好像 這個地方 2500好像不對 所以我把它改成AND 這邊加個R好了 加個R R的話呢 自動去追蹤 這個R 等於 這個 其實可以拿這個 從A1好了 A1向下追蹤 那這樣的話 追蹤到應該64了 然後幫我去找一下 那個 一樣是第三列 第三籃 裡面的那個 菜頭好了 是不是應該抓到是菜頭 OK 然後一樣 把它複製 新增一個工作表 叫菜頭 並且把資料貼過 自動調整欄寬 換下一個 基本上 這樣子基本上就跑完了 我把它全部執行完好了 執行 OK你會發現呢 跑完之後呢 最後呢 我又讓它切回到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最後這邊 這邊已經切回來了 所以不用再寫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 在清單的 這個右邊就會有個菜頭 一直到搖搖 OK 但是呢 在你如果還要再 批次執行第二次的話 可能就會出錯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還要再執行它的話 那因為這個名稱已經存在了 所以 可能你在第二次執行的話 需要做 什麼事呢 先把舊的先刪掉 舊的指的是什麼呢 第三個到最後一個 這些怎麼樣 先要刪掉 才能夠做 下一次的P字篩選 OK所以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 P字篩選的部分先完成 那我剛剛 這個 這個P字篩選 實際上是從 雲端上面的這一段 單次篩選 貼上之後呢 多加兩個字 其他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後面先還給各位 這個P字篩選